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揭开即将举行的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神秘面纱 这场盛会将于11月12日在珠海隆重开幕,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特别是AEF-1200发动机的首次亮相 这款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发的革命性大寒道比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 将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注入强大的动力 此外,深圳市也不甘落后 公积金中兴新推出的贷款政策将彻底改变许多家庭的购房梦想 个人最高可贷120万元,家庭最高可贷220万元 这不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是对市民的一次重大利好 最后,别忘了耗龙货运航天飞机的亮相 这一创新的航天运输解决方案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太空物流的认知 让未来的航天探索变得更加高效且经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的一项重大突破 以及深圳市最新出台的住房贷款政策 还有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全新进展 我们首先来到珠海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 这场备受瞩目的航展吸引了全球关注 特别是中国航空发动机制造商携带的一系列先进产品 此次航展展出的大批展品中 近半数为首次公开亮相 展览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中AEF1200发动机首次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航发自主研发的首款大寒道比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 它代表了我国在航空动力领域的显著突破 它的面世不仅弥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还为未来国产大型飞机的动力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场可以预见 AEF1200的亮相吸引了大量航空专家 工程师和爱好者 他们聚集在展台前 欣赏这款科技感十足的发动机 AEF1200的流线型设计和技术革新 传递出中国航空日益崛起的信号 这款发动机的研发历程充满挑战 早在几年前 研发团队就投入对大寒道比发动机的研究 克服了诸多技术壁垒和国际竞争压力 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改进 AEF1200终于得以问世 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新名片 除了AEF1200 其他如CJ-1000A和太航发动机也吸引了大量目光 CJ-1000A已经运用于多款新型战机 以其卓越性能广受好评 而太航发动机作为战斗机的核心动力 以强劲推力和可靠性赢得了普遍赞誉 此次航展不仅是技术展示 更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信心的体现 随着AEF1200等一系列自主研发产品的推出 中国在全球航空市场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有理由相信 中国航空工业将在国际舞台上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接下来我们转向深圳 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最近出台了一项新的住房贷款政策 深圳公积金中心宣布 个人最高可贷120万元 家庭最高可贷220万元 此举为许多家庭带来了实现住房梦想的可能 新规旨在加强对绞存职工的支持 帮助他们更容易购房 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为60万元 如果共同申请 额度可达110万元 符合特定条件的个人和家庭 贷款额度可以进一步上浮 那么 何种条件下可以享受贷款额度上浮呢 购买手套房 多子女家庭 以及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家庭 分别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上浮政策 这些调整充分考虑了家庭的实际需求 尤其是多子女家庭将因此受益良多 此外 深圳还推出异地公积金使用政策 允许异地缴存职工 在深圳购房时申请公积金贷款 这位在外地工作的深圳居民提供了更多便利 不仅如此深圳公积金中心还提高了利息补贴力度 长期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将获得更多实惠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充分显示了深圳在住房保障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决心 最后 我们的报道将聚焦于中国航展上的另一个亮点 耗龙 货运 航天飞机的亮相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设计建造的耗龙 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了低成本的货物运输解决方案 这款航天飞机的设计理念独特 采用商业运载火箭发射 与空间站对接后 能自主返回并在指定地点水平着陆 其可重复使用能力显著降低了任务成本 为未来的太空探索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耗龙采用的机翼整体折叠技术 不仅提升了货物装载能力 还补充了现有货运体系 其强大的下行能力和设计 使得未来的科学实验 卫星回收等任务变得更加高效和安全 目前 耗龙已完成方案设计 正处于工程研制阶段 这三项重大进展 无不显示出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与实力 每一位奋战在科研前线的工作者的努力 推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前进 未来因这些突破而更加璀璨夺目 感谢您收看本期突发事件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领域的进展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中国航展即将在珠海盛大开幕 吸引了全球关注的目光 这次航展不仅规模空前 更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展示平台 其中AES-1200发动机的首次亮相 尤其引人注目 这款发动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 大寒道笔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 标志着我国在航空动力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想象一下 AES-1200在展会上闪耀登场的那一刻 航空专家们聚集在展台前 仿佛这款发动机在向世界宣告着中国航空的崛起 每一位工程师经历的艰辛和付出都体现在这款发动机上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一张新名片 不仅AEF-1200 CJ1000A和太航发动机也同样备受关注 CJ1000A在多款新型战机上得到了应用 而太航则是我国战机的核心动力 这些技术展示的不仅是技术实力 更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自信 随着这些自主研发的产品问世 中国在全球航空市场的竞争力将更加突出 未来的中国航空工业将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 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公积金中心推出的新规为购房者提供了新的希望 个人最高可贷120万元 家庭最高可贷220万元的政策 旨在支持市民实现购房梦想 不同家庭有各自的住房需求 新规考虑到了这些现实情况 尤其是对多子女家庭提供了额外的支持 新规还为异地缴存职工提供了便利 增强了他们的购房能力 像小李这样的年轻人 得到了更多的贷款支持 可以在深圳安家落户 享受生活的美好 在航展的舞台上 令人瞩目的浩龙货运航天飞机的亮相 无疑是焦点之一 这款由中国自主设计的航天飞机 旨在为中国空间站提供低成本的货物运输解决方案 想象一下 浩龙在太空中翱翔 承载着科学家的梦想与希望 其可重复使用能力和创新设计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 更为未来的太空探索铺平了道路 独创的机翼整体折叠技术 以及强大的货物下行能力 使得浩龙能够在未来的科学实验 卫星回收等任务中发挥更高效和安全的作用 浩龙的亮相不仅是技术的一次展示 更是对未来航天运输模式的一次大胆探索 它将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助力人类在太空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这次航展上 观众们将亲眼见证中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努力 感受到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 总之 中国航展的每一项展示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揭示了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光辉前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 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